Hello 大家好 來到8月3日的宏觀經濟節目時間 今晚繼續有兩位嘉賓和我們看著整體的情況 分別由王冠一教授 王Sir 你好 大家好 還有Eugène Hello Eugene 經過了7月 如果說港股這邊 就見血了 可能很多的投資者都說 整個三十多年來最差的7月份 但其實美股又差不完 王Sir 八月 我們有沒有一些好日子過呢 其實 八月沒有 比七月更差 八月沒有 這樣看 我就覺得 如果這個禮拜 我經常都說 如果這個禮拜的事是不好的話 但這個禮拜有點癲癲的 你都看到它有點癲癲的 現在的期止 二五九 這個禮拜 其實這個禮拜 昨天我講了 整體來講 市是不好的 尤其是這個禮拜 如果它是不好 如果它是插下去的話 那你就可以選擇性 這樣去吸納 少少少 第一 就反彈回來 就反彈回來 去高勞結 上個禮拜也是 它插到247 結回來262 都是高勞結 要你高低位 所以 它應該是在257 樓上 就應該是高勞結 對不對 所以呢 整體來講 免得好像很複雜 其實市是很複雜的 我免得說得很複雜 總之整體來講 市仍是不好的 總之逢高 你都是要減持的 這是第一 那為什麼要逢高呢 看著那個力點 看著那個州力點 如果是262 那些就減持 是不是 那如果穿上262 更好 穿上262 就比你減持多些 那市仍是還未好得的 這是第一 第二 如果你看它急插的時候 你可以拼拼 去找一些你心儀的股票 或者問一些專家買什麼 先買些少少 但是我自己覺得 一會兒 我不知道姚珠怎麼看 我自己覺得 他應該有很大機會 先試上次的底線 即試上247 如果會不會再低一點 到時才講 是有機會再試低一點 即247以下的 這是第一 第二 我要跟大家講 就是 今天的市場突然急插這麼多 其實就是因為騰訊 騰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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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因為 有 精神鴉片 說它是 精神鴉片 其實我不是說精神鴉片 我說它在賣電子海樂鷹 這個人不是我今天講的 我很早前已經講的 有很多我點評過的 就算那些人不喜歡 或者 我們的網台是很多人看 很多人看 包括很多重要的部門都有聽 就是說 他們不喜歡我都照樣講的 就是說 第一 你安邦 我們講的那些全部都躺下 是不是 那個人說 我跟阿姚真做節目 我說安邦 你是憑什麼有這麼多個牌照 是不是 你是一個私人的企業 你怎麼可以擁有這麼多牌照 因為你不是一個 你不是在美國 是不是 第二 我說海航 海航 我都不知道你股東是誰 是不是 你做到這麼大牌照 有沒有搞錯 是不是 那華融那些不要說 是不是 然後我就說 其實我是說騰訊的 那些人 你出什麼遊戲 那些年輕人全部都在那裡打機 沒有心機在那裡學習 是不是 打機就可以發達 打機就可以發達 那些人就說 在電競 什麼 大哥 有多少電競 我跟阿姚真去打電競 我想我的手指都捲了 大哥 我們真的 競聯 我們不是電競 我們是電競聯 是吧 那這些 這些東西 其實是 其實是不適合 那些小孩 因為你這樣去推出去 他去做什麼遊戲 那些 你寧願給那些 有教育性 或者什麼遊戲 給他們玩 是吧 他們一波一波這樣來 其實是很對的 我覺得 那為什麼 你說 他是什麼 什麼鴉片 精神鴉片 不是我講的 文章講的 他說他精神鴉片 我就說他在賣電子 開樂鷹 那些小孩做什麼 小孩 又去打電話 我什麼榮耀 我打死他 打死他 不是這樣 小孩的成長 我們我們的成長 耀尖的成長 都是這樣 我們自己搞 我們小孩喜歡玩的東西 我們可能拍公仔紙 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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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多我抽一下閃卡 到我的時候 你們這些 都是一元一元 那些什麼 米袋 那些很久 我講過那些幾十年前 但是 每一個遊戲 或者每一個玩意 都是我們去 小孩去搞出來的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 這件事 他們做是對的 那既然是這樣的時候 我和你們說 這件事 那時候我就說 484到485可以買的 嗯 好了 現在我和大家說 你有484 485 你都走了就算了 走了就算了 真的 沒完沒了的 我告訴你 不要以為我去罵 罵你的死人頭 就是 下到482都不是 那些機會 我罵什麼 482還去罵 482都輸死你了 三百五 三百五 多分鐘輸死你 真的 不可以罵 我現在在這裏講 不可以罵 這件事 不可以罵 OK 很簡單 我再講深一層 就是 你用這樣的遊戲 嘩 講到全世界 那些小孩 真的是什麼 我打你又給10元 你又給100元 我又買武器 那些人不知給多少錢 你就賺很多錢 那你賺很多錢 你拿著那些錢 你根本就不用做生意 你就是買這個 買那個 買那個 你就壟斷了 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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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又制裁了 這個 Antitrust law 對嗎 你又幫不了 那些小孩 去成長 嗯 而令到他好像 天天對著那個 機器 我就打死他 打死他 那怎麼搞呢 嗯 那這個不是一個 就是可能很多人會 就算之前一兩個星期 都有些網友去質疑我 如果 如果共產黨金金金 如果中國金金金 你如果你是一個領導人 你想一個國家好的 你想一些小孩成長的 你小孩有一個健康的環境 健康的心態或者什麼去成長的 你很多東西是離不開那個 道字 對不對 那那個 道就是道理 道可道非常道 有些是不用說的 是嗎 道可道非常道 道理有它存在的道理 不用說就是非常道 非常 不用說 就是不用整個 垃圾桶又去垃圾桶那裡 你怎麼叫垃圾桶呢 你扔垃圾 嘛 是不是 所以我 我就認為 中國這一陣子所做的事情 是很正確的 你不要去 去criticize 他是 什麼黨物黨 他做什麼 他做什麼得罪了你 因為你的股票跌了 因為你的股票跌了 你的股票跌了 所以你差他 你怎麼搞錯啊 所以我們要用一個持平客觀的態度去對現在發生的事情 因為有很多事情其實在我心裏面很多年來我都覺得是錯的 但是我不 因為我人微言輕 我也都不去大聲地疾呼去講 是吧 因為可能會中很多箭的 是吧 早幾年都網台被人炸了 是吧 現在再炸多一鍋 我就自己去跳樓 是吧 所以 有很多事情是對的 有很多事情我們講了出來 我們子女行家本滲透了出來 我相信他一步一步這樣做 我相信他們是有人 我覺得他們是有人 一直聽著我們的網台講什麼 而是我們在告訴你 正確的路線 中國的強大 中國的中興 就是那個富強不是靠這些錢錢錢錢錢的 人是有道德的 人是有文化 人是有良知 人是有良心 是吧 人是有尊重 人是有珍惜 有很多事情的 人生裏面有很多事情的 所以呢 我覺得這件事是做得很好 好了 那我們現在金融市場如何去應對這件事呢 他拍死螞蟻是對的 是吧 他拍死教育也是對的 不是拍死 而是你借新生學子那些 個個都靠那些補習先生去補習 然後你就只是去比拼考試 你除了比拼考試之外 你比拼什麼呢 你的思維是什麼呢 誰提升了你的思維呢 是吧 就像你經常去按什麼台什麼台 給個號碼 我給個號碼你又用嗎 我明天不給個號碼你 你就死了 為何我們受之以餘 不如受之以餘 我教你嘛 我教你怎麼去看東西 教你怎麼去看東西 我們的網台 我告訴你 我想起碼一半人不是炒東西的 起碼一半人 他們是想聽我說 他們是提升自己的思維的 可能有一半人是炒東西的 就是一半人不是炒東西 另外那一半的一半是炒東西 另外那一半的一半是想發達的 可以 你就來發達了 你有這樣的能耐就來發達 你一定發達的 你一定發達 但問題是你有沒有這樣的能耐 你有沒有這樣的策略 你有沒有這樣的膽識 你有沒有資金 你有沒有這樣的腦筋 你有沒有這樣的智慧 是吧 你有你一定發達的 是吧 但問題是 所以我們那個網台 是分幾個部分的人 如果每個人是想發達的 我想我可能只有40個 網友差不多 40個左右 多也沒有 所以人是要知道自己 在這個世界上 身處什麼環境 做什麼 有些是對還是錯 有識分是非那個能力 有辯是非那個能力 錢當然是重要 錢不是萬能 我告訴你 人們經常說 錢不是萬能 沒有錢是萬萬不能 你都知道 沒有錢是萬不能 你都知道 錢不是萬能 錢已經接近萬能 所以錢當然是要 但是問題是 你的良知 你的道德 你的良心 是吧 你為了下一代 你有錢 我有兩層樓 一層給女兒 一層給兒子 你不用做了 你這樣是幫了他嗎 你害死他 告訴你 你害死他 那下一代 他好像你這樣聰明 又有兩層樓 即是四層 所以 不是這樣的 我奉勸大家 這些股票 其實已經是 今天已經是 觸動到神經線 觸動到神經線的意思 就是說 我一早說下來的事情 今天發生 我一早說下來的 你們聽我以前所說的 今天發生 當觸動到神經線的時候 之前沒有人管的時候 我還叫你四百四四百五去買 那大媽還要接近五百 那如果你四百四十 買走 我都叫你走 走 我不知道姚詹怎麼看 你可以去問姚詹 我沒有跟她談過 讓姚詹再去 elaborate 究竟 因為她是市場裡面的人 我不是市場裡面的人 你不要搞錯 像昨天這樣問我 十幾二十條股票 我要回答你 因為我愛你們 我care你們 所以我回答你們 如果不是 我從來不回答股票 你問我什麼股票 那如果我回答你的股票 法國吃茄嗎 妖詹吃茄嗎 其他那些 就是廣告時代那些吃茄嗎 是不是 我為什麼回答你們 好 過時我都回答你們 希望我能夠做到的 我去幫你們 為什麼會不會有錯 不是我回答你 那十幾條問題 都全是對的 但是問題是 我能夠能力做得到的 我一定幫你 我今天還坐在這裏 我在這裏講什麼都好 講股票也好 講金股會仔什麼都好 我把我懂的東西 我講給你們聽 我教給你們 是吧 所以希望你們可以珍惜 這一份我們 這麼多年的感情和緣分 就是這樣 我沒有喝醉了 沒有 你真的 Eugine 都幫我們 Eugine 都幫我們 真的解讀一下 騰訊這件事 今天大家覺得 有點無所適從 就是究竟 出的第一篇文 講到精神一篇期後 消息的文章 然後又解讀 不是說真的 只是說你 又是謝思華雲 但另一些報道 又說 其實不只是說 遊戲營運商有問題 是學校有問題 監獄人有問題 不是一個人的責任 然後騰訊下午 又出了一些公告 不知道那些措施 是否真的回應到 這個精神鴉片 現在又減你玩的時間 即在線的時間 然後又充值費 經常說遊戲消費很貴 12歲以下不准付錢 對 就不准課金 不准課金 對 也是要打擊 所以之前說經常都用 即我用你的帳戶 用大人的帳戶 現在都要再打擊這件事 所以不准是有效回應到 沒有 無效回應不到 首先大家可以有時間 下載那篇文章來看 只有六千字 不是很長的 只有六版A4字 這篇文章 它就不是一般的線情文 不是說我兒子打機 不讀書 現在就不知怎麽算 它不是在線情文 它有這樣的案子 寫在那篇文裡面 它最主要 第一 它有理有據 即是說你的公司 十年前 二十年前是零的 你現在搞到那些年輕人上癮 你現在不是一千億就是二千億 二千億就是三千億 做到這麽大了 是的 有理有據 那也是不爭的事實 你的市值真是這麽大的 那第二件事就是 其實我跟著它刪了一篇文 再勾上來 那個差別其實只差四個字 就是精神鴉片 你用精神鴉片 就說得激烈了 阿Sir原來更激烈 阿Sir有什麽 電子海落鷹 電子海落鷹 用精神鴉片 他可能覺得說得激烈了 或者讓那些年輕人看了一篇文章 看了一篇文章之後覺得不好 原來一直在吃鴉片 都頗好 鴉片都還可以刺激到你 是的 另一篇文章就開了個個案 就是小孩子打電話 真是一個個案 報了公安 所以一篇文章這樣出來的話 就不是說用一些社會事件 來善情 這篇文章一定是早有安排的 我是王冠一 我的王SirPatreon平台 現在已經推出了 我會在這裏為大家 每個星期 講一下環球投資市場的前瞻 否釋本港和國際金融的格局 在金、股、匯、債、投資市場裏面 尋找方向 大家不要等了 立即去登記